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比较进阶的题目 数线上两点距离 它是用符号来表示 以致数线上两点 A点坐标是A B点坐标是B A在B的左边 好 这句话就是最关键 它代表了AB的相对的位置 A在B的左边 所以我们就知道A是在左 那B就在右 以AB两点来看的话 A在左 B在右 那这时候它要求A到B的距离 到底应该要怎么算 我们先来画一个数线来看一下 假设有一个数线在这个地方 A在左 B在右 A点在左边 它代表的数字是小A B点在右边 它代表的数字是B 那AB两点的距离呢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同学知道谁大谁小吗 A跟B到底谁大谁小 我们说在数线的右边 这是数线的正向 越往右边的数字越大 数线的左边是数线的负向 越往左边的数字越小 所以我们很清楚的可以看得出来 因为A点在B点的左边 所以这个B这个数字一定比较大 A这个数字一定比较小 所以呢这时候呢 如果你要算A到B的距离 可以有几种算法 如果当你可以判断大小的时候 你就直接用大减小 如果你不知道谁大谁小 你就加绝对值 那我们现在可以判断大小 B比较大 A比较小 所以A到B的距离叫做B-A 答案马上可以选出C这个选项 那如果你要加绝对值呢 如果你要加绝对值 你可以B-A加绝对值 随便减 或者是A-B加绝对值 也可以 反正算出来答案都会是正的 而且会是一样的